台湾是一个充满丰富历史和文化的地方 而南方澳历史厂渔港正是其中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 这个位于宜兰县的小渔村 存在着数百年的渔业历史 也是当地居民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你想要深入了解这个地方的过去和现在 那么这一次南方澳历史厂渔港《寻记寻记》走读 将会是一个极具意义的体验 南方澳历史厂渔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 当时这个地方是一个重要的渔村 随着时光的流转 这里的渔业发展成为台湾东北部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 并吸引了众多的渔民定居于此 渔港周围的建筑和设施保留了许多古老的特色 这些特色反映了当地居民多年来的生活方式和文化 这一次南方澳历史厂渔港《寻记寻记》走读 将带领你探索这个迷人的小渔村 你可以开始渔港口 欣赏渔船的风采 并聆听当地渔民分享他们的故事 随着你沿着渔港的岸边漫步 你将看到保存完好的古老渔村建筑 其中包括风格独特的房屋、寺庙和码头 这些建筑物都承载着南方澳丰富的历史 并为你展示了过去的风貌 在你的渔港之旅中 别忘了品尝一些当地的美食 南方澳以及新鲜的海鲜和文明 你可以在当地的餐厅品尝到各种美味佳肴 这些食物都是当地渔民的传统之一 品尝他们将让你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 南方澳历史厂渔港《寻记寻记》走读也提供了一个机会 让你与当地居民进行互动 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传统 你可以参加当地的节庆活动 观看传统表演并与居民聊天 深入了解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 这种文化交流将丰富你的旅程 让你更深入地体验南方澳的独特魅力 南方澳历史厂渔港《寻记寻记》走读是一次充满历史 文化和美食的旅程 这个小渔港的故事和风貌都值得探索 而与当地居民的互动也将让你对这个地方有更深刻的了解 如果你对台湾的历史和文化感兴趣 不妨来体验这个独特的地方